最大雨量也來到305毫米 所以這個確實是有可能造成嚴重災情 所以我們從前天成立內部緊急應變群組 到昨天的傍晚 我們就即刻的來針對 我們包括基隆河中山橋下的題外 趕快進行指出不進的管制措施 那晚間八點 我們再擴大基隆河沿岸 題外進行指出不進 所以在四個小時之後 我們進行脫掉的作業 那晚間12點左右 我們就完成了基隆河沿岸基金美新旁 疏散門的全面關閉 那昨天晚間 我們也即刻的EOC 來升級到三級強化的開設 所以這個部分包括公務局 消防局 環保局 交通局 還有區公所 民政等相關單位 全面的進駐在EOC 所以昨天我們也即刻在南港區 預先的針對 邊坡管制的保全戶 兩名民眾 先讓他們到山下安全的處所 先緊急的避難 就是要確保市民朋友安全 市長 這是三級開設的事情 因為昨天下午的話 新北這邊就有一個外方 那為什麼 台北市這邊是到晚上才來做選擇 因為現在也被質疑說 現在是不是有點慢慢拍 那這個考量的點是什麼 台北市我們一直都是三級開設 我們平時就是三級開設 然後昨天晚間 我們看到監測到雨室 逐步的增加 所以我們升級為三級強化的開設 市長 但是最後拖掉 還是拖了七十幾輛車 那這個簡訊發送系統的速度 那你自己這次滿意嗎 當然會不會有太慢 通知車主的問題 我們昨天傍晚五點四十分左右 就發出了十四萬通的簡訊 趕快告訴車主 我們即將要來正式宣布 對於題外車輛指出不盡的管制 而在六點鐘宣布以後 再有四個小時趕快請 包括我們透過官方的爛群組 包括行動防載APP 包括我們周邊鄰里的 各項廣播通知方式 來告訴車主盡快來牽車 主要這外界有質疑說 這台北是不是比新北還要慢 災害應變得三級開設太慢 但蔣萬安有解釋 他說其實台北一直都是三級開設 是一直監測到了晚間 才做三級強化開設 認為並沒有應對慢 那麼接下來的這些災後的應變 也會積極的做出病